大球正說,再開果 黃楊這下,有少許出術 因為知道你兩個夾擊自己 所以輸得罰球都不要緊 黃楊最近一場比賽在列斯奧 雙出的時間,他退後一格打中堅 也是打得很好 在這兩個位置方面 你說任何一個位置讓他打 他都可以交足功課 其實在列斯奧養傷的時候 他都曾經揣演過打中堅 因為劉全軍比他更加熟悍 但是他中堅,劉全軍沒有做後備 所以郭柱用他打 但是下果出來也很理想 黃國康對著郭劍波 郭劍波被他稍微撕掉了 隊長黎德泰,他不射 但是按地坡進入中間 中間那邊真的很密 在那裡如果被他濕入的話 很熟悍,香港隊的防守真的難持 反擊來了,李威廉 左手邊就是不怕,但李威廉 他的推好像有點猶疑慢了 也有兩個是越南的球員 一個去搶一個包 他不是那麼容易過得到 很勤勵的 這個十九號仔的彭太郎 但因為威廉推第一 他推不到離身 給他貼腳 所以有足夠時間 讓彭太郎回來去截擊 他現在說拿第一腳是很重要的 拿第一腳拿得好 就可以去查一下這個球棒 陳文輝 朱兆基 有點拉一拉人 出局了 打到這一刻 就準備換人了 在香港隊 徐德瑞 看到司徒文進 也有些圖解 告訴他 一些部署 包括死球 進攻時 如何防守 司徒文進 故意在過去一個星期六日 上去日之前 打算陪著陳少奇回來 誰知道 日之前那些高層 告訴他 陳少奇有傷 所以他自己又回來了 好 這邊 見到黎太太 回到後面 歐文環 黎太太即彈 回到他 遠雲 左右 在彭遠沙 轉方向 讓他左邊那邊 帶輪波 防守方面 希望香港隊 緊一點 這個位置 就不需要緊 去到禁區頂 是那些位置 一要貼 人扔人 一定要貼到對方 沒辦法轉身 希望 不要像上半場 被對方有機會 起到腳 好了 這個球 打出界 香港隊的調動 是徐德瑞 入梯 是9號的李威廉 徐德瑞 對他個人的突破能力挺強 而且很肯去 他不斷 想不到 之前看回他 飛馬樂表現 挺適合的 如果純粹從中攻這個 拉馬上 換兩個 陳文輝 都退下火線 由哪個球員 入體 我們暫時來說 都是掛著拍著 徐德瑞 李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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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就是出來 弟弟就入 其實兩個球員 都可以提供了 香港隊的進攻 質疑 質量 李康廉 李康廉 隨得稅 起碼兩個進來 變成體能方面 會有些佔優 康廉 亦是快速 所以金門軍可能 希望在這個時間 可以是 拿到甜頭 哇 這球球連人大波 做下了 朱兆基有沒有出發 看來沒有 只是給了個角球 角球的指數 就陸陸續做 就香港隊就多了 第二個了 下面就第二個了 就陳文輝就退下火線 角球要找第二個開 就不是朱兆基 而是這個 看哪個角 好 那就是 隨得稅 還未開得住 因為有些少少磨擦 麥基 麥基是主角來的 隨得稅開 陳喜豪 也都洩到前柱 這個球 朱兆基 抖一抖 中間 這個球 如果抖到中間 就好 因為中間有白鶴 李志豪 有三個 在小禁區那裡 盡殺人士 可能不夠腳位 你看 這個球 這個解圍出來 張鋒抖到遠處位 這個李志豪 盡一下人士 想抖到中間 前柱 白鶴最現成的人 你說如果李志豪這個球 是鬥打橫過 最大得益者 應該就是白鶴 因為他首先在前柱 那裡到的 場邊的角度看 就不知道這個 李志豪 鬥進來的情況 是理不理想的 好 這個球最平反左閘 戴文波 戴文波 一拿 麥基又到 下半場 只會在進攻方面 壓力方面 香港隊做得比較理想 麥基的體能是好的 閃光妹看到他 真是尖前顧後 打得非常之出色 哇 這裡撞人的 應該可以吹佛 沒錯 吹佛了這個是 李達泰 這個16號的 王國瀚 香港隊都開了 白鶴 給回是李志豪 一個斜線斬了 隨則碎哥 右手邊那邊 頂回給龍門 OK的 龍門陳寶國就可以用手 好 陳寶國有些球 高球的摺 好像不是太穩固 好像感覺很容易 拉手一下 香港隊的球員 可以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在弱點方面 找到好處 在進攻當中 剛才我們都留意到 麥基實在是非常勤力的 勾迫了對方的門將 陳寶國 跟著又追回頭 然後又想說回後 現在因為換了人 不如那些防守工作 留給康念 和徐德瑞做 自己掉了心水 就打過最淺 真是有時候 太勤力 朱紹基 OK 鬥在中間 王陽 看到是郭劍剛 應該是馬上把這個球 彈給郭劍剛 徐德瑞 徐德瑞 他進攻 上腳 我否認 他的躁藝 比李威廉 會好些 轉過來這邊 好 跟著 出現了一個 誤會 結果 艾公文華 也送了角球 給香港隊 看會不會送他入球 又是徐德瑞 這邊 嚴鎮以待 門將陳寶國 黃色衫 這裏 黃色衫 叫做港隊球衣 也頒上紅球衣入力 好 6點2 是 李志豪 李志豪頂到這個球 但是頂到這個球 但是頂到球底 但是老實說 這個球是不錯的 已經算是不錯 遠比上本場 越南國前鋒 王國瀚頂的球 是更加有交代的 同樣的情況 就是頂到球底 這球 各球都是三個人 排這個獅魚馬點附近 然後一個拉扯 變成了李志豪 就賺了空位 你在頂球上完全兇 他自己的心心不分 因為挺好頂的 以他自己的頂上功夫 批薄些 就會應聲眾望 同樣跟黃國瀚頂的 都是頂到球底的 這段時間應該是香港隊 這場賽事 一個黃金旗 真的可以說 很對板的 現在呢 進攻方面很對板 機會陸陸續續都開始多了 後防方面 不可以說太過 得意望型 仍然都要小心一點 謹慎一點 這個球彈回後 給阮家圖 中堅之一 再拿了個黃牌的遠米高 沒得選的了 要一個高球試一下 停不停倒 停不倒 完全停不倒 好了 李趙搶到 再給黃楊 黃楊要快點脫腳 白鶴後面有腿 一撞 這個球可以吹 OK 就算這個球 香港隊 未能覺得是白鶴交給隊友 都是因為 後面有個越南球員 有一個犯規動作 所以不用怕 不過我們看到 越南在這個部分 做得不錯 即是如果他在哪個點 的相救拳 立即是圍利亞 好了白鶴 轉來左手邊 好漂亮 康念 拿得很一般 都撈回 不要緊 有張鋒 給了張鋒 掉了 拉到這腳 就好看 緊一點 不要緊 朱基給了張鋒 但掉了 有一點拉 出來了張建鋒 張建鋒 剛才在禁錄中 這個球拉到 兩個越南後衛 都會被這個動作 順帶拖過了 朱基 張建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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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點出術 雖然他自己也不太同意 球防政的判決 但是正正 他先是 即是他不是要先 完完全全力揭開 自由 所以說法力是合理的 現在香港隊 因為換了徐德瑞和李康年 兩個進攻方面 更加有能力的球員進來之後 在無可反應的攻勢會多 不過就是千萬不要因為攻勢多 防線壓得太過錢 那就麻煩 一下越南反應也很快 這個球就反規 各鍵幫就反規 因為香港隊防守緊密 其實單一個秘密就是 他們人多 縮回來打 沒有什麼空空位 對對方 對會戰 都是靠這一招 即是你說一個對一個 或者是互相武衛 如果去到比較高層戰 或者對手比較強的情況之下 可能未必做得好 所以除了攻之外 防守方面 都不可以分量 好 這邊現在的中前場 都做了一些是撲擊 所以導致越南很多時候 都猜不到球 麥基 拿大力了 騰太郎 現在就倒過來一點點 下面是一個組段 一直壓上來的 這裡很厲害 各鍵幫看著 逼一逼一下 是 搞得王國漢都不知道怎麼好 終於拿不到球 有些怕的 因為各鍵幫 是出來殺了 那個勢也很狠狠的 好 投給麥基 麥基也順利 將這個球回回給王養 白鶴 白鶴 那個位置 其實對李志豪 或者陳偉豪來說 很重要 因為他永遠都放在前面 先掃一輪先 然後去到後面 就被李志豪去撿 或者陳偉豪去頂 255 令他兩個中堅 打下去的壓力 是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就是 白鶴哥 是球隊裡面的作用 其實這個作用 黃鶴也有的 不過看到他兩個的分攻 都挺調容的 一個就前一個 一個後一點 小心 OK 沒有問題 左邊就是葉蒙輝 這個就是一個 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剛才看到李志豪的解位 那裡很坦坦的叫 好了 滾出禁之外 葉蒙輝就會用腳踢了 高就高了 不是太遠 徐德瑞不夠跳 那個球就是對方 這個 是達人幫頂得出界 現在來到這個 下半場的中段開始 以徐德瑞進了來 你說讓他上到腳 單對單對 很有條件 可以自己爆到底線 甚至紅管人中間射球 李志豪 給門將葉蒙輝 先找回陣陣 保持控球拳 葉蒙輝都是踢到右手邊 苗長徐德瑞那邊 亦都是頂不過 這個是達人谷 朱兆基督前 徐德瑞 是呀 吹罰了朱兆基 舉腳過高 剛才說朱兆基 舉腳過高 危險動作 這球球沒有理由吹罰過 如果說最後的腳踢得高些 反而就是來達泰 其實是成功踢到球的 朱兆基 對 拆到球走的 拆回自己的隊友 當然是這樣拆的 不用什麼方法 沒有其他方法 不要吹罰他 這個球是越南開的 特地扭的就是葉蒙輝 大家這三個南華語的隊友 這些默契絕對不用擔心 白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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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跟其他南華的隊友 那些默契當然 不是說一時間 你說落到山 就可以撕了他 仍然都會在那裡 自然這些默契 去到 激進的情況之下 就會發揮出來 其實徐德瑞一樣 都已經 有一段時間效力 這個南華 所以大家都很熟 越南的交易球 現在的勢頭是不錯 港隊 看能否承著一個勢 麥基 太心急了 很多時候他拿球 就想去 其實可以拿定給人 再加一腳給自己 可能更好 但是這個是他的風格 很想自己爆蓋 有沒有誤會 自己誤會 李趙到那裡 OK 好 其他位 球員要填一填 李趙的位置 現在白鶴先填他的位置 好 給了柳澤 好 好